嗨,大家好,我是屎环 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三 我们在知青青的食品屋为你做市场报告 首先看个案表现 城真来人成交数稳定 目前预约已近30组 是金亚重划区近期相当亮眼的个案 城真开车至巨城商圈预约10分钟 总户数84户 规划均值三房 总价688万起 新竹房市的品牌效应相当明显 不少建商常年经营品牌知名度 让自家产品能够顺消 国泰建设在新竹颇受园区客欢迎 除了国泰河即将完销 城屋国泰Twin Park销售速度也相当稳定 国泰Twin Park目前可售户数仅有20余户 最强这两个字近年频频出现在房市宣传 像是近期新竹最强首购即将公开 虽然正式暗门还未定 不过已经引起不小话题 新竹最强首购基地坐落新竹是沿坪路二段 坪数28到38坪 规划二到三房 开价488万起 宏伯建设继时光预售大楼案顺效后 紧接着预告二期即将公开 基地同样也在京亚重划区 规划大楼产品 不过自次房数增多为三到四房 将目标锁定北区换物族群 接待中心在铁道路二段与南中街口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现场参观 最后是专题报导 南亚当日发商圈发展多年 各式商家多有进驻 民众采买相当便利 除了商业机能强 交通临近武林路扎道口 到竹科或上北二高都不远 生活机能交通两大优势 让此区购物信力只增不减 请问南亚大润发商圈的特点为何? 我们这边的特点就是 我们周遭的生活机能相当的完善 那以及交通相当的便利 那最近的就是我们的东西向快速道路 以及我们的学区 我们的学区有在西国小、光华国中 我们光走路就可以到喔 南亚大润发商圈发展成熟 新推案量相对少 不过周边的京亚重划区 财政如火如荼发展中 有兴趣的读者 除了参考大润发商圈内的推案 也可以多多了解 既样重划区的房市现况 对本期专题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参考以下个案 天府顶峰、时光、成真、天悦、九云外等 以上是《珠来周报》市场报告 更多资讯请参阅诸州网站 我们下周三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